而疫情虽然冲击了餐饮业 但是还是有的人在这个时候选择进场展店 像是议员曾婉婷也独家向我们透露 说他北上通话街的展店计划 谢谢 南洋街饮料店林立不过受到疫情冲击 不少摊位也断尾求生 知名的饮料店老虎堂 招牌拆光关门大吉 一楼不缺店面出租中 却有业者选在这时候在全台拓点展店 今年的房租跟可能前几年来比的话 当然相对来说很多房东愿意下修 从北东南中都会陆陆续续开出一些新的加盟门市 那我们也其实看好下半年甚至明年疫情结束之后 会有报复性的消费 房租条件加上预期消费心理 就连麻辣锅业者也跨界开饮料店 初期成本和装潢设备超过五百万 向重新阳街北车一级战区市营运五天 现场含外送日售最高八百杯 与其他品牌加入北市一级商圈 首摇影卡位站 其实三十万来说其实是蛮高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前朝跟人朝的一个表彩 它其实是相通的 那我们其实之前也都在西门町 比较高店住的地方 有做过类似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们都有做过相关的评估了 原本在五月的时候 我们就要在台北的通话街开我们第一家台北店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有延后了 那未来的三年内 我们有期许自己展店至少一百家 然后之后也会走加盟连锁的方式 本土聚女神曾婉婷也趁疫情布局饮料店副业 野心勃勃从新竹北上拓点 其他像是也投资手摇影的艺人简佩恩 因为员工减半得亲自去贵位帮忙 全台拥有三百四十家文青饮品店的丫头 近期营业额负成长 宁愿赔钱也不让员工失业 疫情加持外带外送商机 碰上饮料忘记的手摇影 也趁机重新洗牌 业者苦撑度过疫情 新旧品牌加入竞争 牵动市场敏感神经 三令新闻 许之雄 林文傅 方玉祥 莫乔真 综合报道